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環境教育的應用 希望達成教育的成效 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立體物品的製作 需要考慮到時間以及製作的成分 所以需要長時間的嘗試 突破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 今天很高興的指導這兩位同學 進入了全國專題競賽的決賽部分 那他們做的這個桌上兵員保衛戰的 這個親子教育的桌上遊戲 主要是希望能夠通過這個專題的成果 然後能夠讓親子之間達到一個互動 然後也順便教育孩子在環境上的保育上 能夠有所學習 那他們這兩位同學呢 不管是在一開始的主題的設定 或者是在角色設定故事的流程 以及他們的卡片製作 以及角色製作 到最後的包裝製作上都非常的認真 那也經過很多次討論 當然討論的過程中會有所增值 那但是這都是他們繼續要去學習過的 那這個專題呢 這個專題在後面的成效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 這個專題的成效讓人家達到一個有教育的成效在 而不是只是為了一個專題而製作 那在設計上 他們在學校的課程 也有所課程 課程上學習也會應用到 不管是在設計啊 或者是版面的編排 或者是軟體的應用上面 也都是他們在高中三年裏面所學習到的 這專題就是希望能夠印證他們 這三年裏 學的東西能不能融為貫通 那到了大學 甚至到了後面夜間 他們所學的東西 才能夠再更進一步的去 去加深自己的公布地址 那也很開心能夠進行到決賽的部分 希望他們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呢 能夠把名次當作是次要的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怎麼去跟人家 去做一個良性的競爭 或者是到了台北上面去布展 或者是比賽上的一些成果 這都是他們應該學習的 而名利呢 只是次要的 來看一看 我們在找到台北上 何時還會不會到台北上 大家會不會到台北上 封面